店员手忙的停不下来 大袋子装好装满 因为民众一买就是适合起跳 位在新北板桥的小攀蛋糕坊 联休18天消化订单之后 15号早上8点重新开门营业 虽然现场只卖凤凰酥 不过还是有许多人 趁着中秋节前 周日起个大早来抢牌 人龙到底有多长 实际待你来看 可以看到从门口往右手边一看 这个人龙是几乎排了上百公尺以上 而且还绕了一圈 直接排到了这里 行李箱椅子都没缺席 排累了就坐一下 除了有民众大老远 从台南赶来搬四十盒回去 甚至连韩国人香港人都来朝圣 而头箱凌晨五点就到现场排队 另一头除了名店 台北离记家的糕饼 中秋节前一个月开始 人潮就没少过 就连三桶汗果子也先请买气 店家铁门都还没完全拉上去 民众就在门口排起畅畅人龙 许多人瞄准流星苏下手 业者表示中秋节产能增加两成 整体业绩也比2023年成长两到三成 但黄苏更早早就销售一空 生产线日益企业赶工 不让传统名店专美于钱 量饭店大润发也出其招 祭出巨无霸蛋黄酥 和常见的蛋黄酥外观一样 但就像照了放大灯 大了十倍左右 几乎是个小蛋糕的大小 在网路上掀起热烈讨论 成功在佳节前 冲一波买气 TVB的新闻 新闻向刘一轩 新北三百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